AI 股现在是最后买点还是卖点呢? 注意看今天银帮率先攻上涨平板 这就是一个重点的关键讯号 10万有你,20万也不是问题 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我是李游 今天台股开低走高 就是因为盘中的AI 股带动的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就想问 中秋节前它是不是最后逃命点 好的,那其实台北股市 今天AI的反弹上涨 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旧AI、新AI的分别 重点是大家想知道 到底AI这一波的反弹 今天反弹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要赶快逃吗? 好,重点来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之前 就是昨天上美国股市 你一看美国的纳斯达克科技股 它的走法长这个样子 天哪 前面的8月份低点快被跌破了 对啊 好可怕 那你看美国的费城半导体 它已经跌破8月份的低点了 那心都已经两一半了嘛 对 可是你看到台北股市今天开盘 哇不得了耶 可是你看哦 虽然我们今天AI反弹 但是你看美国的重要最重要的龙头 叫什么? NVIDIA NVIDIA是不是也接近前波的低点 好像快要灌破的样子耶 而且昨天是跌2.89% 那美国的另外一个大厂 Supermicro 昨天也是大跌哦 它是跌破8月份的低点 那我们看到AMD超微 更可怕 也4% 直接灌破8月份的低点 对 那你怎么会有信心呢? 超级没有耶 看的都很害怕对不对 对啊 好 但是你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当然今天低点 也跌破了8月份的低点 对 好 那今天反弹 玩真的玩假的 从几个重点来观察 第一个 请问今天台北股市的高点 有过昨天高点吗? 没有 没有嘛 对 那低点有没有破昨天低点? 破了 有嘛 那今天反弹涨27点 你看成交量 是量缩的嘛 对 今天只有2355亿嘛 代表什么? 哎 礼拜五 大家又害怕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又跌怎么办? 对啊 所以 又有一个假日效应 所以市场参与度就比较低一点点 嗯 好 接下来的重点观察是什么? 就是你要看美国股市 要能够直稳嘛 对 第二个是台北股市 下礼拜成交量要放大 然后AI要持续的往上攻击 这才代表台北股市 正式出现了直稳的讯号 嗯 可是 其实AI在这礼拜 礼拜三 礼拜四 两天就已经有出现一个稍稍指稳的讯号 对 好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还没有全面反攻 但已经有好的开始 那我们在9月20号礼拜三 当天大盘是跌101点 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礼拜三神达 技嘉就先涨了 好 礼拜四 大盘跌218点 更多的AI涨 照理来讲 大盘跌218点 因为AI的筹码很混乱 对 那大盘跌200点 应该有一大堆的AI 跌停板 没错 可是礼拜四竟然有7档AI的股票 翻红 翻红哦 只要翻红就很开心 你知道吗 对 好 尤其是人气股最多散戏 朋友喜欢的这个组装商 伪创嘛 高点 起跌 高低落差 已经40%了 照理来讲 大家应该很恐慌 可是没有哦 伪创 它在礼拜四也翻红 而且很快速就翻红了 那大盘 尾盘是跌218点 那就代表什么 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说AI股开始有买盘抄底 而且这个讯号越来越强 因为从礼拜三礼拜四 都看到这种现象 好 那昨天在这个赖群组上面 跟大家分享嘛 我说竟然无一跌停 买盘抄底进场 而且昨天一看 我们知道绝对不可能是散户买的嘛 真的 因为跌两百点嘛 根本没有人敢 投信买抄第一名是谁 就伪创 对 外资买抄第一名是谁 就广达 你看 这个投信跟外资 就进场抄底了 所以我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赖 没有跟大家分享 说一直穿运线嘛 近代东风来相见 东风是什么 东风是什么 亮吗 东风就是这个股票 它的业绩 基本面 当你看不懂行情的时候 你就要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 好 所以你看到今天 今天大盘有很强吗 没有 没有 今天是上27点 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 99%的AI股 全部上涨 而且 有一支股票 攻上涨停板 就是3693的银帮 而且你看 银帮今天收盘收多少 550 550块嘛 对 没错嘛 不要怀疑 550块 它是高价股 对啊 这么贵的股票 我试问 如果是你的话 今天你敢买在涨停板吗 会怕吗 因为你今天买涨停 你赌的就是下礼拜还要继续涨嘛 对啊 所以谁买的 一定是法人买的嘛 大户买的嘛 他们有信心 而且敢买在涨停板锁住 那就代表下礼拜还是有机会表现的 所以 一档AI的涨停 它就会带动其他的AI往上 好 所以你看银帮 它这一波大盘下来 它都没有跌破季线 表现算蛮强的 那今天是价涨量增 而且你看到KBUM 今天是吃掉前面一根两根三根 有没有 对 吃掉三根 而且成交上也超过了 大概过去一个礼拜的大量 好 最后就是好的开始 它就是一个反弹的指标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重点是什么 就是 好的AI股 都已经开始反攻了 好 虽然说大部分都已经反攻 但是真正好的 你要看 它不能跌破8月份的低点 再来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不要凭感觉 那你也不要因为市场气氛差 就被影响 被恐慌 然后被恐吓 被吓到 对不对 或者是你不要看美股做台股 看美股崩了 看美股AI都跌了 然后就觉得台股 开盘就给它放空就对了 结果如果你今天开盘就放空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不要去看股价涨跌 而是你要去看什么 公司的基本面跟它业绩数字 只要公司业绩跟数字 基本面是好的 那你就不要担心 静待东风 还有这个反攻号角的响起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啰 是 谢谢利尔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彩晶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利尔的LINE 跟Teregon 彩晶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